就是如果说没有恋爱经验的话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 你第一次遇到了什么人 遇到一个假如说海王啊 遇到一个渣男啊 你就很容易被套路 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那就特别惨 我觉得不是 我初恋 我跟他都是第一次谈恋爱 我们谈了四年多 然后最后分开了 他跟我提的 他觉得说看不懂我 平时呢 在他面前表现的都是一副 无忧无虑的样子 但是总感觉我藏着心 是不愿意跟他分享 说我一直这样子 藏着也没意思 我现在已经改变很多 我以前比较腼腆 还是那样子是 我不开心的事情 我不会去跟你说 但是我会表现出 我什么事都跟你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啊 就前任小白 比较喜欢打王者 然后我找他的时候 他可能在做自己的事情 很专注 然后就比较不耐烦啊 我跟他反馈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哎呀不好意思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嘛 然后我现在的男朋友 他就是有恋爱经验 我之前跟他逛商场的时候 看中了一件衣服 当时手头上没有钱 但是他知道我喜欢 后来过了两三天吧 他就问我 说你还喜欢那件衣服 说我喜欢啊 然后他说 那我们先去买吧 然后那时候已经 晚上九点了嘛 商场关门了 就不要了吧 他就突然从后面 变出了一个袋子 你看看是不是这衣服 当时就很惊喜 把这抱着他跳起来了 呃不是好吃 没有谈多恋爱的 在后期他会有一种厌倦期 他有恋爱 但是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恋爱 我刚开始我觉得 我就比较三分钟热度吧 然后每次他找我 也就是在干嘛吃饭没 然后我每天就是对他很冷戴 然后后面我就终于我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提出来了 我现在后悔了 他其实还是一个蛮好的对象的 我说什么他都听我的 在出主意的时候 他都会考虑我的想法 在我们分了之后 有一段时间他来找过我 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问我最近过得还好吗 然后我就说还好 不早了你睡吧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理我了 我当时还没有回物过来 你知道吗 可能就当代社会下 并不算一件好事 除非是天生就是很会照顾 自己喜欢对象心情那种 其他的会让你真的会很头痛 会直接说你腿好粗 我就知道我腿粗 可是我的腿不能一年四季都不见光 我化妆流行桃化妆的时候 大家的眼睛都是肿的 为什么只有我像是被打雷犬一样 我要接受这样的话呢 我为什么不能跟我姐姐妹妹们 一起化着桃花妆一起开开心心的逛街呢 但凡说你宝贝的淡一点也很好看 我都能接受 慢慢的小细节堆砌到崩盘 没有恋爱是一件好事 全新的经济的时候 他可能更加全身性的去投入 如果你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 可能会少一份那种 属于青春的荷尔蒙的冲动 我感觉是一件好事 他比较用心 然后就会管得你很多 我说什么他听什么的感觉 你比如想吃什么东西呢 或者怎么了 他会给你买回来 没事就会问你在干嘛呢 有一次我们生气嘛 我挺喜欢气球的 他就把房间全部放上了气球 就给那边挂上 然后就写着他错了 感觉挺感动的吧 如果恋爱没有经验的话 好处就是没有那么多前女友来骚扰我 他那个前女友很烦很烦 那分完手之后 他就是无缝链接 在女生那边说我的坏话 然后那个女生就视肩我的抖音 然后还在他那个签名上面骂我 他有的时候会来找我 说一些就是让我很反感的事情 但是我就是不想跟他解释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他那个男生说的很多话都是假的 就骗他 就说我怎么怎么样 给我买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一件都没有收到过 没有恋爱经验的话 我感觉会真诚一点 他对你的话可能会 比我对他会更喜欢你 他也就是会一直把你当作 以结婚为对上的人来去对待 因为过年有时候之前买不到票 我不打算回去了 然后他来这边偷偷跑这边过来 开车的话十几个小时 然后打了辆车我们这么回去的 还有一次 我不是节日回去吗 然后没跟他讲 然后我发了个朋友圈 他看到我买了车票 然后他自己也偷偷买了车票 他就在坐在我后面 等到车的时候 他就让我回头 他很多事情都会很用心地去准备去规划的 但对他现在来说 他也可能还是觉得我是他的唯一 只要我愿意回头他还是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愿意回头